每天最先爆來 今天是一個好天氣 各地都是多雲稻晴 因為東北風減弱了 但是清晨的時候還是比較偏涼 像是今天最低溫 在嘉義這邊只有十八點九度 所以早出晚歸還是要外套加一下 那今天要特別注意一下 風還是比較大 沿海空曠地區 可能會有十級的強盛風 那另外海面上面則要防長浪 但是今天水氣減少 你看顏色都比較淺 只有在西東北海岸 宜蘭這邊有一點點的降雨會出現 其他各地白色的多雲稻晴的好天氣 但是在這樣子好天氣的情況之下 有颱風生成了 現在海面上面有兩顆颱風 我們來看 首先這是納克利颱風 昨天晚上八點的時候生成 現在在南海 那跟我們是有段距離 現在結構也比較鬆散一點 而且近乎大概是滯留 對我們沒有什麼影響 大概就是有一點點水氣 可能會抬上來 那未來會往越南的方向來做前進 但是走的速度非常之慢 那再來看到這個哈龍颱風更遠了 但是他已經在昨天晚上八點 增強為強烈颱風了 但是因為太遠了 接下來也會轉彎 對我們沒影響 對日本也沒有影響 今天來講的天氣算是不錯的 像是北台灣的溫度 還有往上升一點點 而且今天終於陽光要露眼了 今天最高溫可以來到二十七度 能夠看到陽光 那中南部地區天氣也不錯 三十一度的高溫 特別注意一下 溫差很大 尤其中部十到十一度的溫差 要留意一下 那至於在花東的部分 今天天氣也不錯 二十八度 也是可以穿的短袖來出門 但是這樣子的好天氣 所以在北台灣就今天這一天 今天不錯 但是明天開始水氣又過來 而且已經是東北季風的天氣形態了 那接下來 與是緩和下來之後 因為東北季風 所以就代表是臺北市的溫度 會降到了十九度 甚至在空曠地區 接下來週末的時間 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下探十七度 所以接下來雖然有太陽出來 但是早晚清晨的時候 會比較的涼冷 所以衣服的增減要多加注意了 那至於中南部 基本上也都是好天氣 溫差很大 還是要注意的地方 天氣資訊就整理給大家